有請主委 有請主委 主委好 主委好,剛才主委跟管委員這邊講說 其實國發基金的效率好像不錯 我這邊拿的是決算報告 104年中央總政府 決算報告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基金截至104年底 總共投資42家民營企業 那當然要扣除掉兩家營結算 華洋、史威林及寶、利萊 其餘40家營運中轉投資民營事業 本年度營運結果發生虧損者計18家 在營運中轉投資民營事業的40家中45% 主委其實我們會關心 就是說你現在要弄個1000億 那如果又是在國發基金的架構之下 它的結果如何 我想我等一下會問 不過我們先談好消息 主委在書面報告講說 今年下半年 在出口及投資回溫帶動下 經濟成長率預估為2.19% 所以今年應該可以保一是沒問題 主委 主委其實我想覺得有趣的是 其實最近大家都在談路客不來 還有大遊行 很多人講說 哇路客不來百頁蕭條 可是照你的看法 路客不來我們經濟成長率 下半年 百分之2.19% 到底 路客對於台灣GDP的影響為多少 國發會有沒有評估過 或是你個人看法如何 這個數字我就不知道我們同仁有沒有掌握 好像觀光局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數字 國發會整體評估而言 當中國去降低路客來台的數量的時候 它對我們經濟實際的影響是什麼 我們現在都還發生八個縣市長 跑去中國覺得說他如果不去 這個經濟就沒辦法維持 可是從你的報告來看 下半年是好的 我們確實沒有做到 這是什麼相關 路客不來我們經濟變好 我當然知道這個因果關係不是這樣的 這只是某種相關性而已 總體的這個結果 那它對總體的結果影響到底如何 這個數字我可能 主委我想就直接從你的角度來看 到底路客來台觀光對我們經濟的影響 這我的了解 就是路客現在佔整個觀光客的數字 去年是400多萬 所以幾乎佔了4成的觀光客 那如果這個數字局際的減少 當然是會 至少對觀光產業是有影響 這不能否認 我知道 而且是對 整體 比較麻煩的就是說 對某一種類型觀光產業 那整體呢 特別有影響 那對整個經濟的影響 我可能要再精算一下 再跟委員報告 那如果有影響的話 你下半年不會是2.19%的增長 這因為是總體的數字 所以影響台灣整體經濟最重要的是什麼 對我們經濟影響最大當然還是出口 還是出口 出口跟投資回溫帶動下 對 最重還是出口 你是有這個 那我想請問 很多人說啊 今年可能保一 可是明年大概沒辦法到二 好 那 你的整個報告裡面很大一塊是在談新南向 那到底新南向有沒有貢獻 會不會跟陸客一樣 對於我們整個整體 總體經濟成長其實都不相干 有貢獻當然 有貢獻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 因為 這個 主委我真的很期待你講 是 因為 我實在印象很深刻 你那時候消費券的時候 都還沒給我們估 這個經濟成長率可以帶動多少 那到底新南向 對於明年的貢獻如何 是 那一塊也 那一天也有委員在問 那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那個數字最後 我們當然還是會估 不過現在因為 整個工作計畫的那個細節 還在各部會裡面還在演 我這樣知道是才剛啟動 等那個出來之後 我們就會 要你談一年 立刻 就剛啟動的計畫 然後對於明年的影響 可是我意思是說 有點早啦 從國發會角度而言 這應該是結構性上有貢獻 沒錯 是長期的貢獻是比較重要 因為大家都在看出來我們說 今年保一可以啦 明年二大概是很難 我們當然有一個比較新的計畫在進行 需要新南向這樣一個 我覺得國發會要好好仔細去看 那我們來看千億這個基金 根據你的預算書 你這個千億是要用借的嘛 對不對 對現在是 跟銀行借嘛 是 那我們大概是怎麼去使用它 因為你的預算書裡面講很清楚 106年度緊編列112億 對 你的借款期間為10年 預計5年動波 那這個1000億 如果第一年只112億 那你的高峰會在哪裡 你在什麼時候 大概在第二第三年之後會比較快 因為前面有一個這個時期 讓大家了解這個基金運作的方式 同時跟民間的一些投資家 還有私募基金一起來搭配 所以我想在第三年之後 主委我們不要關心的是 借了這1000億它的績效如何 你借還是要有還嘛 對不對 那當然你的預算書裡面 或是你的報告裡面也沒有去談 都很含糊 我們不要擔心的是 你如果第一年只有112億而已 對因為要啟動的時候 那個案子進來 我知道 你會有一個上去嘛 對 那真的有信心嗎 因為我們看到 有信心有信心 本來是五年動波 意思當然是希望在五年之內 把這1000億 過去的國發基金 是因為剛好有個台積電 可以cover掉你很多的損失 不過委員最近這幾年來的生物科技的投資 現在成效也不錯啦 雖然我們熬了非常久 所以國發基金的投資一般 就是需要比較長期 那你有看你的結算嗎 你虧損了9家全部都是生技產業 對啊 包含中育新藥 這個媒體上很有名的 你的普生公司 你的9家全部都是 那你又要跟我講 是 不過跟委員報告 有些虧損的公司 他其實現在股價已經很高 主委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1000億 如果五年十年 那時候 搞不好是別人在處理這個事 我是覺得在編這些預算時候 要有責任感一些 來我再問另外一個東西 100億國家級投資公司 這是你六月的報告 那時候談國家級投資公司 是 這一次的口頭報告 講的又比較少 是 有多啦 多了一個叫 國際級系統整合 我意思是說 國發會 國家級 我覺得已經滿大了 100億 現在不談 現在談國際級 到底你這些公司 尤其你在談你的這個 這個什麼 國際級 亞洲矽谷 對不起 你的標題又改了 亞洲矽谷推動方案 以推動物聯網產業創新研發為主軸 培育成立三家 台灣國家級系統整合公司 我們對象 我們有對象嗎 沒有特定對象 不過我們是希望國內能夠 國內現在就是在整個物聯網的發展上 那我問你 你下面接著促成兩家國際級物聯網廠商 在台灣 那哪兩家 外國來的 這外國來的廠商 我知道是外國來的 也沒有所定特定對象 有沒有特定對象 其實我們能選的對象不多 國際公司還滿多的 所以 我們已經接觸了嗎 有些 這個同仁有在接觸上不太好 這個亞洲矽谷 你不能只是改標題 多個鬥點或頓點而已 你的方向 看起來又很大改變 跟之前 有些差異 六月的報告跟九月的報告 那你現在又畫這些大餅 比較大的差異就是 在那個整個創新創業的環境這邊 現在著力比較深 另外一個我想問 因為最近又成立一個經貿談判辦公室 是 那到底新南向誰是老大 新南向現在在行政院的部分的執行 是由這個經貿談判辦公室來督導 不是 主委 鄭中東跟你應該算老同事啦 你們在前朝政府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們只是擔心 就是說 新南向政策 羅馬政府老班底 政府要這樣做也可以啦 反正行政部門要往這個方向走 那到底你們國發會跟經貿談判辦公室 誰在負責這個事 你這邊講說 經貿辦公室 那你負責管考 我們負責管考 對 所以新南向辦公室在總統府那個 他還存在啊 他是總統的諮詢機構 所以總統有個新南向辦公室 他那邊有一個諮詢的 然後政委這邊有一個經貿談判辦公室 推動那個 實際上推動工作 然後你這邊來負責管考 管考 因為你也把裡面項目列非常多 對對對 那你們到底誰在主導這個事情 現在 現在是鄧政委 就是說 行政院這邊是鄧政委在負責 那你扮演角色是什麼 我們是管考 管考 所以你能約束他嗎 我們不能約束他 但是我們會盯每一個工作的進度 管考的工作就是這樣 今天時間有限 我問最後一個 共享經濟 因為你也講說 你們要共享經濟 在你的書面報告第13頁 到底Uber的態度 國發會的態度是怎樣 國發會對Uber的態度就是說 他必須要跟國內的 現在交通部的態度是違法 我們的態度是 但是他要跟國內業者公平競爭 那他現在沒有 國發會會介入協調嗎 他現在沒有公平競爭 所以我們不覺得現在狀態是好的 那所以呢 你們未來希望達成狀況是什麼 所以如果能夠公平競爭 我們是歡迎一個新創的事業 那你怎麼促進他跟國內業者 你講的就是計程車業者 這一部分當然是 這個交通部在主政 我覺得國發會要有個明確的立場 就是說到底這個所謂共享經濟這一塊 是未來發展的主軸呢 還是覺得他還是在所謂非法 所謂競爭這一塊而已 就是說到底你有沒有把它視為 未來產業發展的主軸 我覺得這個國發會態度要非常清楚 否則會讓人家覺得政府很奇怪 國發會好像有支持有討論 可是交通部是每天在抓 不管什麼經濟嘛 就是不管什麼經濟 它一定要公平競爭 第二個一定要合法嘛 這個知國發會立場非常清楚 但是我們是鼓勵創新 如果它確實帶來創新 可是創新如果帶來違法 那當然不行 當然會有一定的不公平 那這時候國發會怎麼去借助協調 不能不公平 一定要合法 而且公平 國發會在這事情上不能只是評論 如果你覺得未來這個產業是不可行的 那也要表態 讓業者很清楚 那你如果覺得未來是的話 那否則我們現在民眾會覺得 其實我都好像有人都每天在做 都是非法的事情 這個當然我們還是得尊重主政機關 那我們的這個在整個國家發展的立場上 國發會不是大國發會嗎 不是應該介入協調這個事情嗎 部會的分工還是得尊重 因為對於這個事情的 它的合法性還有將來怎麼處理 這個還是要交通部 我們不能 主委 因為時間真的很有限 我只是覺得說 Uber只是一個案例而已 對於未來政策的方向 新南向雖然很清楚 可是我們到底覺得 我是在問你是真的嗎 還是真的是鄧主委在主導 鄧政委在主導 鄧政委在主導 鄧政委也不會來這裡 對不對 那到底整個新南向 你們又說有貢獻 可是貢獻你們又算不出來 所以我意思是說 國發會未來 是不是能更實際的 來做這些事情 而不是弄了一千億 可是國發基金之前 其實是 我的決算書上面 看起來是很不理想 我們來努力了 就是剛剛委員關切的問題 我們來努力 謝謝主委 謝謝主委 謝謝主委